一首歌叫做《日出時讓戀愛終結》 有一首歌叫做《日出時讓戀愛終結》 我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 怎麼樣才可以讓我忘記亞美呢? 我跟我自己講 由這一分鐘開始 第一個進來的女人 我就會喜歡她 威姐,有些什麼喝? 威士忌,謝謝 我有預感她一定會喜歡我 可是為了保障我自己 我要問她一個問題 謝謝 我現在 boredINE 余法尚愛她 她剛才看著它 大規ーパ菇 很喜歡香香 你喜欢小姐是因为你喜欢吃凤梨吗 故意讲的还不错 我台湾来的嘛 你呢 我现在不想说话 请你走开 你不用说话没关系 我可以坐在这边吗 这里那么多位置 你干嘛一定要坐我旁边 因为我看你很寂寞 是吗 是 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 只为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她是盲子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她爽算 所以要戴墨镜 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她失恋 因为她不想让人家看着出来 在哭过 那你觉得我是处于哪一种呢 直恋 其实没关系嘛 失恋很平常啊 何必酷成这样子呢 失恋我也试过啊 那我失恋的时候呢 我会一直去跑 然后跑跑跑跑到满身大汗的 那这样子呢 我就没有累可以流了 真的 要不要试试看跑步 我今天已经跑了一晚上 我很疲倦 如果你想找人陪你聊天的话 请你找别人 我只想找人聊天 我只想陪你 因为我了解失恋的感觉 一个女人呢 她失恋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肩膀 可以帮我当做生意的男朋友 也没有关系 我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啊 你今天几岁了 我 我两个中午之前呢 是24岁 可是我现在已经25岁了 我是不会喜欢你 不要讲这么肯定嘛 搞不好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你就会喜欢我 对不对 你喜不喜欢吃凤梨吗 我喜不喜欢吃凤梨 关你什么事 因为我想多了解你啊 我以前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们再一次五年 可是之后呢 她跟我分手 因为当时我根本就不了解她 所以我想多多了解你啊 你是不会了解我的 我当我了解你没有关系啊 可是你可以了解我 对不对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 其实了解一个人 并不代表什么 人是会变的 今天她喜欢凤梨 明天她可以喜欢别的 谢谢了 下来 吧 我费就想了解ч 不反而言 我费就想了解你